大家好,我是Alvin,我是Sanel在瑞士族的Exchange Student 这段影片我打算带大家看看我平时在瑞士日常生活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现在准备先吃完早餐,接下来就准备一泡啦 好,等下来就知道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其實我來到第一眼看到這個Fielding 我經常都覺得它好像有一個博物館一樣 因為它的設計是很長的樓梯 然後進入是一個很大的門口 我剛才的看到這個Fieldyk室 就是這一個博物館 在上面有一個小的鍵 如果有一些小的鍵 我的鍵可以知道 我沒有點到鍵 我的鍵是很寬散的 我現在先有多大汗 只是用的鍵 我的鍵是向來更寬散的 你落在鍵刀 informed我沒有買架推薦 我沒有買架推薦 好,趁現在我由Mintative去蘇利西這個短時間的車程 跟大家介紹一下在香港讀書和瑞士讀書的分別 第一樣,瑞士人其實都挺省價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瑞士的生活費很貴 他們買東西在餐廳都是十分昂貴的 所以瑞士的學生多數都會喜歡自己準備一個午餐 然後在午餐的時候會自己留在餐廳的丁飯 這件事其實都很普遍 跟香港很不同的就是 因為可能吃東西便宜 很多人都會不去大飯 或者去餐廳吃東西 第二樣,瑞士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的上課時間是比香港長一點的 為什麼呢? 因為瑞士每一課會有三個鎖鎖 一個大鎖鎖,然後兩個小鎖鎖鎖 初一會有45分鐘 基本上已经远了一堂正常上堂的时间 其实都挺好的对于一个学生专注的读书来说 好 到第三样东西 其实瑞士上堂最早最早的堂是8点钟 跟香港不同 香港最早的堂是8点半 虽然8点半其实香港已经很辛苦了 但是瑞士就是8点钟堂 这是一样需要重新适应的东西 但其实适应了之后其实都可以 因为我会多了很多压外的时间 比起上堂之后要求的时间去做我自己想做的 其实都是挺好的 那以上三点就是我自己个人觉得 香港和瑞士的大河 哪里是特别之处 或者是比较有趣的地方 过程都停了 那我就差不多要下车 大家看看瑞士的苏黎世的景色 感谢观看 好,我剛才已經到火車回到我的房間了 我現在準備出去煮食 基本上一天就是我平時在Exchange生活上的日常 希望大家看完這段影片也會對Exchange有更多的了解 多謝大家看我這段影片,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